谁都没有想到孙悟空还有一个哥哥 如来佛祖在五指山下欲将其镇压 悟空万不得已说出了这个秘密 如来老二你不能镇压我 你若是镇压俺老孙 俺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如来佛祖文言不由觉得好笑 天地万物都在他的法眼之下 这个破猴声与失态之中 可来的哥哥 不由得他多说 一阵青光闪烁 如来佛微微抬起手掌 轰隆一声巨响 三界都颤抖一下 瞬间孙悟空被压在了五指山下 此时的他渺小如蝼蚁一般 一丝一毫都动弹不得 他使出浑身解数 都没有挣脱着五指山的束缚 情急之下悟空对着天空大喊 大哥快就啊 大哥 如来此时在云端自然是听见了孙悟空的求救声 以为是在哀求自己放过他 尼南道 竟还叫大哥求饶 叫我爸爸都不好使 暗处的牛魔王也听见了悟空的求救声 以为是在向自己求救 忍不住一谈 这都被佛祖压制住了 现在任凭谁也无法将其救出啊 不要怪大哥不救你 大哥也是身不由己啊 悟空喊了那么多声 依然没有人来救他 难道他的大哥不在这三界之中 而此时另一个世界 一个男子全身包裹在黑袍之中 他呢难道 悟空在向我求救 此时的悟空自然是没有放弃求救 依然在喊大哥救啊 煞内间 原本晴空万里采荣飘荡的天空 乌云密布 三界的天变得无比昏暗 正准备离开的如来也微微皱起眉头 这天黑得太诡异 似乎明明之中有一种恐怖的力量笼罩了过来 原本还神色焦急的悟空不由的心中一息 大哥来了 此时孙悟空激动的大喊 大哥暗在这儿 快来就暗 黑暗渐渐地笼罩了三界 此时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一个黑袍身影循着孙悟空的声音看去 一步跨出身形闪烁 出现在了孙悟空的面前 悟空这是怎么了 黑袍身影看着被镇压的孙悟空淡淡地开口问道 本以为自己之前提醒过了孙悟空 不会再走满天神佛安排的老路了呢 没想到 一切都还是没逃掉 他不惜被命运主宰 他想要主宰命运 悟空不急 大哥马上就你 说着 孙悟天挥手间 悟空身上的五行大衫瞬间化作虚无 大哥 孙悟空起身 表情略显尴尬 之前大哥明明提醒过自己 没想到还是上道了 孙悟天摸摸悟空的头说道 知错就改就好 孙悟空连连点头 孙悟天说完抬头看天淡淡开口 接下来就要收拾那些欺负你的家伙 其实当孙悟天出现之时 三界诸多的目光都在窥探此事 他们都想看看这给三界带来终极黑暗的男人是谁 但当孙悟天挥手之间 就能让其五行大衫化作虚无 暗处的窥探者明白 这孙悟空所谓的大哥 在准圣中的仓悟也不低 好大的胆子 此时从天边传来如虹中般的声音 孙悟天抬头看去 和如来佛祖的魔光隔空对视 阿弥陀佛 如来的身影显露而出 双手合十 庄严 神圣 而孙悟天一身黑袍 这位所谓的孙悟空的大哥乃是准圣致敬 如来和暗处那些窥探之辈 也都一片茫然 因为他们看不到孙悟天的任何信息 一片混沌 就好似凭空出现一般 此时孙悟天直接问道 如来 就是你欺负我弟弟孙悟空 你可知 欺负我弟弟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来闻言不由觉得好笑 他作为佛祖 普天之下 神佛妖魔 还无人敢这样与他讲话 如来并未理会 只觉愚昧至极 孙悟天此时又开口道 欺负我弟弟 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知道你准备好没有 孙悟天黑帽之下的眸光死死的盯着如来 并且一股杀意 自他身上弥漫而出 时间好似凝固一般 大战就要一触即发 孙悟空靠近大哥在旁边说道 这个老和尚有点厉害 一定要小心啊 孙悟天汗手道 悟空放心区区突驴 大哥反手便可以将其镇压 你不必担心 如来听闻此话不由觉得好笑 真是泼猴的哥哥 竟敢口出狂言 而此时孙悟天身上杀意弥漫 战意生疼 笼罩三界的黑暗似乎也感到了什么 开始涌动了起来 黑暗之中 探出一只巨手遮天蔽日 三界众生宛如尘埃 如来此时也感应出一股强大的恐怖能量 见此情形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迟疑手中立刻结出手印 随之身后佛光大作刺眼无比 对着从天而降的黑色巨手 一掌打了过去 金色掌印打出 瞬间周遭狂风大作 金色光芒璀璨到了极致 金色如来神掌与黑暗巨手碰撞在一起僵尺片刻 掌风逆流 恐怖至极 突然如来身体猛的一尘 伴随轰隆一声黑暗巨手落下 三界为之一阵 这一刻 暗处的三界大能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 黑色巨手力量至恐怖程度 三界无人能敌 而此刻 佛门之主 那落下的如来 还活着吗 暗处的三界大能都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 就在大家都在担心如来是否还活着时 他的身形 在尘灰中慢慢陷露 原来是被头顶的十二品金莲所避兀 定是佛门的佛祖 但也身形摇晃受伤不清 真是狼狈之急 孙悟天背负双手居高临下 黑袍飞舞看上去真是神气无比 看着如来被十二品金莲所护体 他开口道 如来老儿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把十二品金莲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如来听闻此话怒火中烧 好一个孙悟空的大哥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啊 你当我们佛门无人不成 本作承认你很强 但也并非天下无敌 想要本作手中的十二品金莲 你怕是疯魔了吧 孙悟天冷笑一声身形瞬间闪现 伪媚般地出现在如来前面 伸手将如来的脑袋狠狠朝下暗去 轰隆一声 大地猛的一颤 砸出一个大坑 现在的如来已经没有反抗的力量 刚才孙悟天的一掌已经伤了他根本 现在的如来只能任凭自己的头在地上摩擦 脑海中嗡嗡坐响大脑一片空白 纵使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受过如此大的羞辱 孙悟天此时腾空而起 俯瞰三界 淡淡地在我面前 无论是你意或者佛门 皆为蝼蚁 孙悟天声音温柔 但是语气中却是十足的霸气 那种傲视天下之感 让躲在暗处的大门们震惊无比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玄机响起 佛光大作 大家定睛一看 来者正是三界的五方大门之一 观音菩萨 孙悟天听见这一声佛号 站起来 但是并未放过如来 将如来的头踩在脚下 此时三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没想到孙悟天会做到如此地步 三界的窥探者们见此一幕 都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观音菩萨见此情形 大喊一声 妖念 还不快快放了佛祖 霸气的口吻 根本没有将孙悟天放在眼里 这是把孙悟天当作是普通的小妖了 孙悟天看着奥立于虚空之中的观音 淡淡开口道 我不喜欢有人站得比我高 随着孙悟天话音刚落 一股莫名的压力从天而降 落在观音身上 观世音菩萨还来不及化解 整个人已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观音逐渐清醒 想要从地上爬起来 可无形的力量死死压在他身上 动弹不得 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那种无形的束缚 这一刻 观音才逐渐醒悟过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孙悟天 瞳孔之中满是震惊 此刻三界中的大能们也是满脸震惊之色 之前如来落败 大家起码看清了孙悟天的招式 孙悟天的实力何其可怕 让人细思极恐 可孙悟空一直在佛门的监视之下 何时有这等厉害的大哥呢 大家一头雾水 不过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 真正重要的是想办法救出如来佛祖和观音大使 此次战斗让他们受虑 佛门的颜面也丢尽了 阿弥陀佛 又一声佛号响起 天空之中出现一人 顶结五病 手中实践 立于虚空 无形之间透露出恐怖的威严 此乃是佛门四大菩萨之一 文殊菩萨 一个个的难道都是来送死的吗 文殊菩萨没有理会孙悟天的话 因为观音的下场还历历在目 他没有给孙悟天出手的机会 手中的长剑斩落而下 妖孽看剑 这一剑从天而降 剑气呼啸带着一股恐怖的力量劈了下来 而孙悟天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很平静 就当剑要靠近孙悟天的时候 瞬间就顿住了 再难前进半分 忽然刷的一声 剑在这一刻画作虚无 荡然无存 文殊凯人自己斩出的剑 被孙悟天轻松化解整个人愣住 呆置在原地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加清楚 自己展出那一剑的厉害 他根本没有留后手 而孙悟天什么都没做 就把这一切化解了 太让人震惊 太让人难以置信 孙悟天看着处于震惊之中的文殊 淡淡开口道 剑出了 你也下来吧 孙悟天的画像是有什么模拟 当他说完这句话后 虚空之中的文殊菩萨 瞬间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量从天而降 虽然吸取了之前观音的经验也有所准备 但那恐怖无形的力量朝自己压来时 文殊方才知晓其恐怖程度 他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轰隆一生同样狠狠落在地上 当尘埃散去 文殊如何 大家不得而知 周围除了漂浮的烟雾 没有一点声音 大家都被这恐怖的力量震惊的无法言语 佛门三大准圣接拜 足以刷新无数神仙对强者的认知 但孙悟天知道 这并不是佛门的底蕴 佛门很强 背后还有圣人 当年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其实只不过是如来设计的一出好戏 为的就是引出孙悟空犯下大错 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将他镇压在五指山下 然后再派唐僧去解救 愿下仕途关系后 带他去西游取得天经 经此劫难方可振兴佛门 当然这些也只有孙悟天知晓的 而且他也几次提醒过弟弟不要上当 奈何悟空还是被如来激怒 被压在五指山下 孙悟天想到这里还是愤愤人 看看佛门还有谁敢来应战 就在这时弥勒佛从暗处走了出来 在三界只有他们佛门嚣张的份 哪里来的不知死活的妖孽 孙悟天看着又出现了一个佛门大胖子 不得不说佛门的伙食的是很好 他忍不住问道 你是什么人 阿弥陀佛 本座东来佛祖弥勒佛 原来是你啊 孙悟天淡淡开口并未感到惊讶 一个未来佛罢了 就你一个出来的吗 佛门暗处的强者还有很多 在孙悟天看来就弥勒佛一个出来 根本不够看的 要上一起上 弥勒佛自然也是看出来 一脸傲气的说道 对付你 本座一人就够了 孙悟天闻言 黑帽下嘴角上摇 冷笑道 佛门的人都这么自信吗 弥勒佛没有迟疑 玄机想要拿出法宝 可是没等法宝亮出 孙悟天就从天而降给了弥勒佛一招腿法 同样的轰隆隆一声 大地震战 弥勒佛摔下来 砸出一个大坑 孙悟天背负双手立于空中 说道 就你一个 真的不够看 孙悟天周身涌出无形之气 吹散了灰尘 下方 弥勒佛身形从灰尘中显露 狼狈地倒在巨坑之中 光秃秃的头上 有着一个血印 弥勒佛躺在大坑中 嘴里不断地吐出鲜血 孙悟天这一脚 让弥勒佛受了很大的内伤 孙悟天接着说道 为了尊重你们佛门的佛祖 不让你们倒下的太难看 我就只用了一招 狼狼扎在他脆弱的心上 随着弥勒佛口吐鲜血 脑袋一歪 整个人就倒下了 气得 弥勒佛被弃晕这件事 在未来将会成为 很多三界大佬的发护闲态 如来此时看着 被弃晕过去的弥勒佛 忍不住叹气 这算怎么回事 说好救他的吗 一个个都漏了一面 然后就都倒地不起了 就不能一起出来 群容孙悟天吗 想到此刻 一声阿弥陀佛再次响起 燃灯出现 双手合适佛光耀眼 在虚空中与孙悟天对齿 燃灯 孙悟天试探性喊了一句 正是贫僧 施主 贫僧观你与我佛有缘 不如说顿入空门入我佛门 以施主的实力 在我佛门定然也是一尊佛祖之位 孙悟天大笑 加入佛门 我没什么兴趣 我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们欺负我弟弟孙悟空 作为大哥 我必须为他讨回公道 阿弥陀佛 燃灯道了一声佛号 耀眼无比 有了前车之剑 燃灯也是不敢大意 一出手便是大招 佛光普照 随着燃灯的法号念出 万丈金身伸出手来 朝着孙悟天抓来 孙悟天转身翻转 以指为剑横扫而出 剑气如红韵含着一股恐怖的力量凭空射出 一剑之下就展落了朝着孙悟天抓来的金手 还没等燃灯反应过来 孙悟天又是一剑划过虚空 狠狠地斩在其身后的万丈金身之上 轰隆地巨小 云雾沸腾 恐怖的余波蔓延而开 而燃灯的身体缓缓地从虚空落下 孙悟天副手立于虚空之中 居高灵下说道 佛门的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竟然都不堪一击 佛门之中还有谁 环顾四周 霸气侧漏 净显无敌之姿 好不威风啊 大哥 孙悟空此时眼中闪烁着光芒 一脸崇拜地看着孙悟天 他一直知道大哥很强 但没想过会强到如此鬼 当时无被楷模 随着燃灯的落败 大家也都不愿再站出来 刚刚落败的无意不是佛门大门 这种情况还有谁能应战 久久等不到人出现 孙悟天开口既然佛门无人 那我就杀了他们吧 杀自一出天地间的温度 在这一颗莫名开始变了 孙悟天目光落在刚刚战败的几人身上 按顺序就从如来开始了 孙悟天面前凝聚一剑 去吧 口中一声令下 这柄剑便朝着如来飞去 如来心中五味杂陈 孔孔一缩准备面对死亡 就在利剑马上飞到如来面前时 一个青色盗袍闪身而现 想用两只手指就夹住了那飞来的利剑 夹住的利剑同时青色盗袍之人脸色一变 想要抓住这柄剑 似乎没那么轻松 毛子一鸣不得已 只能用整只手抓住了那剑柄 抓住的同时利剑在其手中化作一缕青烟散去 而其手心鲜血流淌下来 青色盗袍之人心中骇然 之前若不是自己微微用力 那利剑恐怕将会穿过他的手掌 此刻流血的手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很快就恢复如初 此刻两位三界大门目光交汇 双方都能感应到对方的强弹 孙悟天笑笑 你出现 想要护住如来吗 正是 孙悟天上下打量着青袍道人 如果他没猜错此人就是孔萱 佛门的孔雀大明王菩萨 孙悟天缓缓开口 不是我看不清 就凭你就想要护住如来 恐怕不行 你说的对 孔萱说道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人 都出来吧 让孙悟天见识一下 我佛门抵御 世人只知道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孙悟空 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哥哥 笼罩三界的最强神主孙悟天 而孙悟天为了去营救地理 一人挑战整个佛门 什么如来佛祖观音普贤 统统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弥勒佛来了 都没有撑过一个回合 就在孙悟天准备斩杀如来之时 孔雀大明王菩萨来了 邪同几位佛门准圣 要一同讨伐孙悟天 有欢喜佛 有普贤菩萨 就连传说中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也出来 毕竟自家的老大佛门之主 如来被人打 他们这些准圣是必要出来为之一战 加上大明王菩萨 总共四位准圣 皆是道了一声火号 四人将孙悟天围在中间 孙悟天环顾四周说道 说实话 哪怕你们四人联手 在我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放肆 孔宣还未发火 欢喜佛听了瞬间大梦 正要动手时 孙悟天瞬间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一脚狠狠揣在欢喜佛 圆滚滚的肚皮之上 而欢喜佛的身体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砸进一座大山 死活不知 孔萱等人一脸猛咪 这一切来得太快 快得他们都没反过来 孙悟天对付他们 始终都是一招 便让他们失去战斗力 现在你们由四个人 变成了三个人 还有信心吗 孙悟天这话 无疑就是一饼饼利剑 狠狠地插在他们身上 真是杀人诛心啊 孙悟天接着说到 无论你们有没有信心 在我面前你们都是垃圾 你们全部一起上吧 嚣张 无尽的嚣张 无法言语的狂妄 孔萱等人互相对视一眼 皆是能够感受 彼此眼神中的奋勉 微微汗手 随即三人腾空而起 四周狂风大作 大家击聚了所有法力 准备给孙悟天致命一击 此刻孙悟天黑帽下的 嘴角微微上大 不见一抹冷笑 瞬间孙悟天在所有人 都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已经出手了 等大家明白怎么回事儿时 孔萱几人已然落在地上 静 寂静 无声道极致的寂静 佛门大门 全军覆没 一个没胜皆是倒在地上 没有了一战之力 要是孙悟天心一横 把这些佛门大门们都解决了 那么三界之中第二势力的佛门 就彻底完蛋了 若是佛门消失 这对天庭来说 无疑就是好事一件 尤其对于浩天来说 浩天激动吧 好一个孙悟天 恐怖如斯 佛门一直都是浩天的心腹大患 如今 佛门倒霉 浩天自然也是乐见其成 若非身份缘故 浩天此时恨不得插手 解决掉这些佛门大门 涌出后患 孙悟天的目光落在如来等人身上 他知道这些佛门诸墙背后 皆有圣人必须 他可以打败他们 但是却无法干掉他们 一旦干掉他们 凭现在的他 还无法和圣人对抗 圣人凌驾于三界之上 虽不会插手三界之势 但动了他们的地址 现在的他就只是本体的一道分身 一道分身试探出圣人的强大 这么想想还是很划算的 相通后孙悟天抬起手臂 手中凝聚出一个黑色球体 黑色球体逐渐蔓延扩大 显化成了一轮黑色的太阳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股恐怖的力量一旦落下 足以毁灭受伤的这些佛门大门 暗处窥视的浩天激动无比 星弧正颤道 动手了 他真的要动手了 如来等人看着孙悟天手中凝聚出 偌大的黑色球体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孙悟天 他们都没想到孙悟天竟如此丧心病毒 重伤了他们还不够 还要彻底毁灭他们 他难道不知道他们背后 乃是有两尊圣人的吗 此刻孙悟天居高灵下俯 看着这些败者 你们为了一己私欲 欺负我弟弟孙悟空 今天我就彻底地欺负欺负你们 让你们也体会一下 被人欺负的感觉 你们都去死吧 孙悟天话音落下 手中掌控的黑色球体 带着恐怖的力量 朝着如来等人而去 阿弥陀佛 就在此时 一道佛号响彻在天地间 刺眼的光芒 让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 他心中喃喃 定是佛门的某位圣人出手了 此刻一位光头僧人出现在三界之中 耀眼夺目的强光 混含着至上的法力 驱散了笼罩在三界的黑暗 光明重新回到了三界 那带着恐怖力量的黑色光球 也被强光驱散了 光逐渐散去 那位僧人走到大家面前 参见圣人 如来等佛门诸强连忙恭敬行命 这出现的正是佛门双胜之一 准提道人 浩天见准提道人出现 袖袍之下的拳头紧握起来 哪怕知道道人会出现 但浩天的心中还是极为不爽 眼看孙悟天就要杀了如来等人 准提道人出现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摆在孙悟天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臣服于佛门 第二彻底陨落 佛门得不到强者 就会彻底扼杀 不会给佛门留下任何威胁 而眼前的准提道人 准提道人用手中的气宝妙述一回 洒落些许金光点火 这些金光落在如来等人身上 大家的伤势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很快就恢复如初 准提道人的目光落在了孙悟天身上 可惜连他也看不透孙悟天 唯一能够看到的事就是孙悟天的境界 准圣 但还是准圣初期 就是如此一个准圣初期 一朝一世就彻底的碾压了如来等佛门之强 准提道人看向孙悟天的目光中 略显火热之色 这样的人才 多好啊 在天地人三界之中 圣人则是居住于三界之外的混沌中 极乐世界 三界之中佛门的世界 一般都是由佛门的当代的佛主做主 圣人一般是不会插手三界佛门之事 可眼看孙悟空都被压在五行大山之下 事情按照女定的计划发展 谁承想变故横生 跳出个孙悟天 师兄 可推算出这孙悟天的来历吗 准提道人看向接引道人 其实孙悟天带着终极黑暗笼罩三界之时 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就注意到了他 准提道人推算一番 并未算出个所以然来 接引道人掐算完依旧一无所多 孙悟天的天机一片混沌 这种种的一切都只说明一个问题 孙悟天背后有高人 而且还不弱于他们 方才能屏蔽天机 使得他们无法推算 此时准提道人淡淡开口道 师兄 你说这所谓的孙悟天 会不会是通天那个家伙搞出来的 再准提道人看来 这孙悟天如此这般厉害 定然是那个通天教主安排的 通天教主在上一次的风神亮节之中 输得一败涂地 差点一气之下毁灭洪荒 所以通天教主对于曾经的风神节耿耿于怀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接引道人沉默许久 方才开口道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准提道人听见接引道人的话 也陷入的沉默 通天那个家伙 既然敢插手三界之时 简直就是没有把道主放在眼里 就想凭借一个孙悟天 就想要阻止我佛门大行 识人说梦 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 一直在关注着孙悟天 在看见佛门一众人的表现 两人脸色逐渐地阴沉下来 佛门一个个强者在孙悟天手中 根本就走不到一个回合 太让他们失望了 眼看佛门强者皆已败落 孙悟天也准备手起刀落 可把两位道人吓坏了 旋即离开极乐世界 前往救援 圣人虽然不能插手三界的事情 但是佛门都快要被人彻底涂灭了 再不出手 佛门大行就要彻底失败了 此时准提道人看向孙悟天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孙悟天看向准提道人 当他拿出气宝妙术之时 孙悟天就已经知道了眼前道人的身份 随即答道 准提道人 不错 准提道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看向孙悟天又问道 本圣想要收你为徒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在准提道人看来 这孙悟天绝对是个人才 不管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和他准提道人有缘 此子 当时他准提的弟子 孙悟天在听见了准提道人的话 嘴角上扬 浮现一抹冷笑 他知道他是什么存在吗 就想收他做弟子 哪里来的勇气 孙悟天盯着准提道人道 就你 收我为弟子 你配吗 孙悟天声音不大 但言语中却满是讥讽之音 当话音落下 整个天地都为之一阵 他们根本想不到 孙悟天在圣人面前 竟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简直狂妄无边 窥探此事的浩天冷笑 这个叫孙悟天的家伙 太刚了 圣人都愿意收他做弟子 没想到他这么狂妄 这下死定了 不仅浩天为孙悟天觉得可惜 三界之中诸多大能 也觉得孙悟天有点狂妄自大 就是孙悟天在墙 能墙得过圣人 混沌之中 极乐世界 皆引到人听见孙悟天的话 嘴角上扬 露出神秘一笑 这个家伙有点意思 此时青天之上 通天教主哈哈大笑 准提你也有今天 想要收人家做弟子 没想到被人直接拒绝 是啊 你配吗 准提道人被孙悟天 这一句话搞得一脸错了 被拒绝就也就算了 但拒绝的一点面子不给 太刚了 准提道人清醒过来 看向孙悟天反问道 本圣乃是圣人 我不配收你为徒吗 孙悟天忍不住讥讽道 圣人很了不起吗 圣人又如何 他的本尊丝毫不弱于 这所谓的圣人 甚至还要强于他 他也只是本尊的一道分身罢 若是本尊在此 听见这所谓的准提道人这话 说不定把他的黄白之物给打出来 让他跪着唱征服 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穿越者不可 孙悟天一席话 如同惊雷乍响般回荡在众人耳中 藐视 赤裸裸地藐视 狂妄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狂妄 这三界之中 这么屌的恐怕只有孙悟天了